三藩市市長布里德4月9日在日本城 和一眾日裔社區領袖共同簽署新撥款法案 为因疫情而艰难生存的小商业 启动1,090万元撥款计划 撥款将包括赠款和贷款 重点帮助那些很少 或者几乎没有获得联邦或城市资助的店面企业 也都包括由于州和地方发规 而被迫关闭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商户 老字号企业以及社区迫切需要的企业 三藩市已开始接受撥款申请 小商业可以上网申请 网址是sf.gov slash sf-relief-grant